AMING IN J SOOL 到 leider開始上課 今天要講的是什麼東西呢 要講的是兩個族群 它的平均值 兩個族群的平均值是不是相同 兩個族群的平均值是不是相同 或者是說兩個族群的平均值的差是等於某一個數值 兩個平均值是差多少 那麼這個Δ有可能是0 它是等於0的時候就相當於 但是呢也可以來taste什麼 兩個族群是不是差5呢 這個差10呢 這樣子也可以來做一個 所以呢這個不是唯一可以做的事 這個只是這裡面的一個特例而已 那麼因為呢很多的時候大家都想知道 兩個族群的平均值不是相同 然後就以為說這樣的taste呢 只能做這個不是的 這個taste呢可以做更多的東西 那這個Δ小等於0的話就相當於是怎麼樣子 那就是taste mu1等mu2 對不對 但是呢你也可以比較說 這兩個族群的平均值是不是相同 10呢 這是相同100呢 這是相同50呢 這樣也可以做taste 所以這個delta它可以是很多的數值的 不只是0而已 好這個要做的時候怎麼做呢 是用taste 欸這個名詞好像聽過吧 對不對 taste 前面我們也做過的是怎麼樣子 兩個族群的平均值是不是相同的時候 我們用了什麼taste啊 你們上個禮拜才做的 我們用了什麼pareTaste的Rain 所以呢 請你 請你要非常的清楚的是 在實驗設計上 這個taste跟pareTaste有什麼樣子的 不一樣的地方 那麼 做分析的時候 才是用不同的方法來分析 這樣了解嗎 所以今天要教的是這個東西 那麼這個 什麼叫做 用taste來test兩個族群的平均值 是不是相同呢 那它一定是怎麼樣 原來有兩個族群 好不好 原來有兩個族群 那麼 這一個族群 假如是ye bar ye一直到yn 這樣的一個族群在這裡 我們叫做population1 第一個族群 那麼 假如第一個族群 是normal distribution 平均值呢 是mu1 variance 是sigma1平方 這樣 那這邊呢 還有第二個族群 叫population2 population2呢 它也有這些觀測值 叫yn2 那麼這個因為第一個族群 就用n1這樣子的個數 第二個族群呢 它假如是normal distribution 平均值是μ2,Varons是σ2 我們在做的時候是怎樣? 我們從這兩個組群裡面 分別取出SampleSize等於N1的一個樣本 所以這邊有Y1到YN1這樣的一個觀測值 有一個樣本取出來 這一個樣本可以計算一個平均值叫Y bar 從另外一個組群裡面 也是Random的取出來一個樣本 取出的特數叫N2 這個N2跟N1並不一定是一樣的 它可以是一樣也可以不一樣 這個觀測值第二個樣本叫YN2 可以有第二個平均值 這是Y1 bar Y2 bar這樣的平均值 那麼我們要做的是什麼? 從這兩個平均值 要來衡量這兩個組群的μ1跟μ2 是不是相同或是有差多少呢? 要做這樣的一個Test 所以在這裡我們手頭上應該會有這樣的數據 比如說第一個樣本 第一個樣本 第二個族群來的樣本 那這邊呢有多少的觀測值 有這麼多的觀測值 那這邊呢有這麼多的觀測值 在這裡對不對? 所以得到的Y1 bar Y2 bar 我們剛剛講過了 首先呢你要認得它是這種PayTest 而不是我們之前提過的那個PayT 怎麼認得它呢? 這邊的N1跟N2有沒有成對的配對? 沒有 OK? 所以呢譬如說你把這兩個排在這個Y1的 需要一定要放在一起嗎? 沒有 所以你這邊的Y1到Y1是怎麼樣? 是從第一個族群裡面 Random的取出來的N1的樣本 所以你排在這裡的時候怎麼樣? 隨便排都可以啊 我把這個Y1排到第一個位置可以嗎? 可以啊 因為這只是N1的樣本 Random的從這邊取出來 所以我在第一個位置排Y1也可以 我在第二個位置排Y1也可以 第三個位置排Y2也可以 也就是說這些N1的數值呢 我可以隨便的位置放來放去 都無種位 為什麼? 因為我是Random的從這裡取出來的N1 那同樣的也是這樣子啊 我這邊的這個N2的樣本 是從這個族群Random 取出來的這些個數 所以我怎麼樣? 我這些數值呢 在這邊上上下下隨便排都可以 對不對? 沒有差別的 這樣了解嗎? 所以你要注意的就是說 好 我們這個 這個既然是Random的 從這兩個族群拿出來的 它就是怎麼樣子呢? 它就是沒有必要 一定要把哪兩個 哪兩個一定是匡在一起 配對在一起的 所以你其實很容易認得它 對不對? 好 所以呢 要很注意的就是說 我的這個 這個 這個 樣本是Random的從這個 讀取拿來的 這個也是Random的從這個 讀取拿來的 這樣子而已 好不好?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一般的T-Test 好 那假如這樣子的時候 它基於怎麼樣子的一個 理論 然後呢 可以來用這個T-Test來做測試呢? 這個是這樣子 假如我取了一個樣本的時候 有一個叫它的 這個樣本的平均值叫Y bar 那麼呢 我假如不斷的重複取同樣的樣本的時候 這個樣本呢 一樣要是N萬個 好不好? 你第一次假如取N萬 那每一次取的話 對第一個族群來的的話 就一定是N萬個樣本 再得到了一個Y1到N萬個 然後可以得到一個 一個平均值叫Y萬 那我這樣子不斷的重複取的話 我可以得到所有的Y bar的一個族群 那麼這個Y bar的族群的時候 我們上次講過 它會是怎麼樣子 以Y bar的族群來看的時候 它會是怎麼樣子 它的平均值跟誰一樣? 跟這個母族群的μ1是一樣的 還是一樣是μ1 Y bar的平均值跟這個母族群的平均值是一樣 不是μ1 它的variance是多少呢? 是多少? 跟這個母族群的variance是有關 對不對? 所以它的variance是多少? N萬分之C馬一平均值 這個沒有問題吧 前面已經提過了Y bar的族群 那麼這邊也是一樣 那假如呢 我們把它重複的取了 第二個族群我們都取N2的樣本 那麼每一個樣本呢 我們也一樣可以算它的樣本的平均值 因為是從第二個族群來 所以我們這邊把它的下標都放2 就是Y2 bar 那麼把所有可能的這個樣本取出來的話 Y2 bar也可以構成一個族群 這個族群的平均值是多少? 跟這個母族群的平均值是一樣的 Y2 那它的variance是多少呢? 就是什麼? N2分之C馬2平方 OK? 這樣沒有問題 到目前為止都還是以前教的東西 然後接下來是一個新的東西 是怎麼樣子呢? 假如我把這兩個族群的Y bar呢 相減 任意兩兩相減 Y1 bar-Y2 bar 這邊有很多個Y1 bar對不對? 這邊有很多個Y2 bar對不對? 那任意兩個的配對 Y1 bar-Y2 bar 很多個Y1 bar-Y2 bar的的話 那麼所有可能的這個Y1 bar-Y2 bar 把這兩個配起來的所構成的 這個族群的話 它會變成是怎麼樣的族群呢? 它還是假如這兩個是normal distribution的話 這個Y1 bar-Y2 bar的族群呢 還是normal distribution 平均值是多少呢? 就是這兩個族群的相減 平均值相減 μ1-μ2 它的平均值是μ1-μ2 它的variance是多少呢? 是這兩個族群的variance 叫相加 這邊請大家特別注意一下 這個呢? 這個是相加 Variance是相加起來的 雖然我們這邊是 這兩個variable是相近的 Y1 bar-Y2 bar 然後所以它的平均值呢 就是μ1-μ2 但是呢 它的variance是 這兩個族群的variance 相加起來的 OK? 這樣可以嗎? 好 那麼 這個其實 也是central limit theorem 裡面的一部分 也就是說呢 假如它原來的這個族群呢 不是normal distribution的話 這個N1N2 取得越大的的時候呢 這個族群呢 就會趨近於normal distribution 那麼假若呢 原來這兩個族群就是normal distribution的話 那麼就不管這個N1N2有多大 這個一定是normal distribution OK? 而且平均值是這樣子 variance是這樣子 那麼這個variance 請大家要特別注意的是 這邊是加起來的 兩個這個平均值的族群的variance 把它加起來 這兩個variance 把它加起來的 OK? 所以呢 所以這是什麼東西? 所以我們做實驗的時候呢 是怎麼樣子? 我們做實驗的時候 相當於從這個族群裡面 取出來的一個樣本 假設我們取出來的正好是這個樣本 OK? 可以吧? 那這個樣本呢 有一個這個樣本的平均值 那麼從這個族群呢 也取出來一個是N2的這個樣本 只取了一個樣本 對不對? 那麼得到的平均值是這個 平均值 然後我們就用了 這是我們手頭上有的東西啊 就用了這兩個值來相減 那麼這兩個值相減呢 就是這個y1 bar-y2 bar整個族群裡面的 某一個數值 假設就正好是這個數值 OK? 這樣了解嗎? 好 那手頭上我們就有了這個數值 那這個數值 我們本來是要從這兩個裡面 來看這兩個族群的平均值的關係 那麼現在呢 已經從這兩個族群的平均值呢 轉到這個族群來看 了解嗎? 為什麼? 因為它就是這個μ1就是這個μ1 μ2就是這個μ2 這樣了解嗎? 所以已經從眼光從這邊 移到這個族群上來看 那這個族群是什麼? 就是一個normal distribution 所以它相當於是這樣子 我做出來的時候 我這個 這個y1 bar-y2 bar呢 這樣子的variable呢 它已經變成是normal distribution 平均值是多少? μ1-μ2 也就是說它的期望值在這裡的話 其實是μ1-μ2 這樣的一個數值 這樣了解嗎? 那它的variable有多大呢? variable是什麼? n1-m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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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 我的這個,我現在手頭上只有這個東西 那我就是怎麼樣子,我從這個東西得到的東西 要來推論它是不是屬於μ1-μ2的這樣的一個族群來的 這樣了解嗎? 它假如是屬於μ1-μ2的這樣的族群來的 它應該發生在它什麼機率很大的地方 那麼假如跑到這個很極端的直群裡面去的時候 我就說怎麼樣? 嗯?它還不是從μ1-μ2這樣的族群來的 還是回到我們原來的這個理論、邏輯裡面 這樣了解嗎? 所以呢,它假如是normal distribution的時候 它normal distribution可以變成什麼? Z,對不對?你就把這個變成Z-transformation Z-transformation怎麼做? 你還記得嗎? 每一個variable減掉這個variable的期望值 除上這個variable的什麼? standard deviation就是Z 就是這樣子 OK? 所以假如我們現在 或者是說這個variable 假如是什麼? 假如是Ybar的話 那減掉EYbar除上 就這樣子 對不對? 所以以前呢,這個東西就變成多少 Ybar減掉EYbar的話 是μ0,除上多少? 根號N分之Sigma 你還記得這個嗎? 還記得這樣子的公式嗎? 那為什麼這個是除以Sigma? 這個是除以還要多一個根號N呢? 因為variable是不一樣的 OK? 所以只要怎麼樣? 只要我們知道那個normal distribution的 平均值 還有它的variable 或standard deviation的話 我們就可以變成normal01 對不對? Z-distribution 好,那麼假如我們這個Y1bar-Y2bar 它是這樣的normal distribution variable是這樣的的話 那它變成Z-transformation的時候 怎麼樣來做呢? 到這個式子來的時候 它要怎麼辦? 我們的Z-transformation的時候 怎麼樣? 這邊是Y1bar-Y2bar 這個是我們的variable 對不對? 然後減掉Y1bar-Y2bar的期望值是多少? 它的平均值是多少? 減掉多少? μ1-μ2 對不對? -μ1-μ2 那你這裡就可以放誰了? 假如我們要做這一個 Nue hypothesis的Test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直接把這個Delta 在這裡用那個Delta來取代 這樣了解嗎? 假如我們要Test μ1-μ2等於0的時候 那這裡就可以放0 那我們要Test 因為-μ2-μ2相差10的時候 這邊就可以放10 這樣的意思 好 那麼它的分母是什麼呢? 分母不要忘記 是這一個variable的什麼? Standard deviation 那我們的Variable是在這邊 所以它的Standard deviation 就變成這樣 N1分成Sigma1平方 加N2分成Sigma2平方 這樣有沒有問題? 這就變成什麼? Normal011對不對? 如果Normal011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知道說 我們Y1bar-Y2bar 它發生在這樣的 Normal distribution裡面的機率 到底是在比較大的地方 還是在兩邊很極端的地方 發生機率很小的地方 你就可以知道了 這樣了解嗎? 好 但是 你回想一下 我們 最先講的Z的時候 說它有一個什麼矛盾? 我們要用Z的這樣子的一個 Distribution來Test Test的Mu是什麼數值 對不對? 但是呢 有一個讓我們很困擾的什麼? PendingY的一個這個 族群的這一個 這一個參數的值呢 我們很不喜歡 對不對? 這個也是族群的值啊 我們樣本根本拿不到 對不對? 所以我們後來用什麼 來取代這一個族群的值呢? S來取代 用S來取代 就是樣本的 Standard deviation的時候 這個Z就變成了什麼? 變成了T的Rain 這樣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嘛 所以後來就可以用TTest 來Test 族群的平均值 是不是等於某一個數值 就沒有問題了 但是T有什麼? 要查什麼? Degree of Freedom 對Rain T的Degree of Freedom 是多少? 就是你在算S那個時候的 Degree of Freedom是多少? 所以是多少? N-E 對不對? 好,那這裡來了 你現在怎麼辦? 你現在說 我每一個樣本 我這邊拿出來的 有一個樣本 有一個Y1 bar 那當然我這個樣本 也可以算一個S1平方 這個樣本也可以算一個S2平方 對不對? 也可以算S平方 那我現在的Z呢? 我可不可以用這個兩個樣本的S平方來取代它呢? 然後就變成TTest 聽起來好像不錯嘛 所以我們現在就把它換了啦 換怎麼樣? 把這兩個換掉 所以我們才可以做 所以下面是N1分之S1平方 加上N2分之S2平方 上面呢 維持一樣 這樣呢 變成T 這樣有沒有問題? 就把它這兩個換掉 這兩個族群的這個Promit 我們根本拿不到啊 對不對? 那我們手頭上有的 樣本有的是什麼? S1平方來取代S1平方 S2平方來取代S2平方 那麼這樣子的 是不是就變成TTest呢? 哦 還有一個是什麼? Degree of Freedom用誰? 它的Degree of Freedom呢? 糟了 前面很單純 對不對? 它只有一個S 然後就用S的Degree of Freedom 就好 那邊呢 怎麼辦? 它有兩個 兩個N 兩個 也就是說 S1的Degree of Freedom是多少? N1-1 S2的Degree of Freedom是多少? N2-1 那怎麼辦呢? 到底用什麼Degree of Freedom呢? 這個 變成是一個問題 好 所以呢 請你再回想一下 我們上一次在講F-Test的時候 是不是有講到這麼一回事? 我們先把這個擦掉 我們上次講F-Test的時候 講到什麼? F-Test在Test什麼? 兩個族群的Variance 是不是相同 對不對? 它是不是相同 對不對? 那麼它怎麼Test? 我從兩個族群裡面 分別取了一個樣本出來 算了一個S1平方 這個呢 第二個族群也取了一個樣本出來 算了一個S2平方 然後呢 我們就用F-Test 來Test說 這兩個樣本的Variance 是不是相同? 然後來看說兩個族群的Variance 是不是相同? 對不對? 用F-Test 來Test 還記得嗎? 好 那Test完了以後 我們說 假若我們接受了這個Nu Hypothesis Nu Hypothesis是什麼? 兩個族群的Variance 是相同的 假若我們接受了這個的時候 我們接受了H0的時候 我們接下來有做了一件什麼事情? 我們說 那我們這兩個樣本的Variance 就可以把它 破在一起 對不對? 變成是什麼? 稱作是什麼? 叫做 是什麼? S2平方 對不對? 把那兩個樣本 因為 他們兩個是相同的話 是代表的是 共同的一個Variance 那現在等於是怎麼樣? 我現在 拿了一個樣本叫N1個 拿了另外一個樣本叫N2個 這兩個都是來估計 這個共同的Sigma平方 那我是不是把兩個樣本 說 混在一起 加在一起的時候呢? 然後 這個樣本的個數就會變大了 用比較大的個數的樣本 來 S平方 來估計 這個Sigma平方 我們覺得 更安心 更可靠一些 所以我們就做了一個叫什麼? 叫做 所謂的 Sp平方 但是 這個Sp平方 一定是什麼? 當我們接受了這個以後 才可以做的Sp平方 對不對? 所以 Sp平方等於什麼? S平方的分子是什麼? Summel square 分母是什麼? DQF 對不對? S平方 就是上面是Summel square 下面是DQF 所以呢 我們的Sp平方就是什麼? 第一個樣本的Summel square 加第二個樣本的Summel square 第一個樣本的DQF 加第二個樣本的DQF 就這樣而已 對不對? 把它的Summel square加起來 足以DQF加起來 就這樣子 所以 Summel square是什麼東西? Summel square其實就是什麼? 就是它的S平方 乘上DQF 加上第二個S平方 乘上DQF 然後兩個DQF加起來 然後兩個DQF加起來 那麼就這樣子 其實就是這樣子而已 很簡單 好 所以 現在回來想這個東西 好 那你就現在開始想 哇 這個 這個 T-Test 要有一個DQF 用哪個DQF 才好呢? 那我怎麼辦? 我在做的時候呢 我就先怎麼樣子? 我在做我的T-Test之前呢 就先怎麼樣子? 先做了有一個步驟 叫做是什麼? 第一個步驟 就是T-Test什麼? T-Test 這個東西 這兩個族群的Variant 是不是相同? 用什麼T-Test呢? 用F-Test 用F-Test來T-Test它 這樣了解嗎? 那麼 我先做了一個這個 假若它是相同的的時候呢 假若是相同的的時候 如果這兩個是相同的的時候 好不好? 我就去算了一個什麼叫? 我就算了一個叫S-T平方 了解嗎? 那我就用S-T平方 來取代這個S-T平方 S-T平方 我的T-Test就變成這樣 然後DQF的也用誰了? 來取代 用S-T平方的DQF來取代 這樣可以嗎? 好 所以我就這樣子去做 S-T平方 然後呢 我的T-Test就出來變成是怎麼樣 我就算了 算了這個 我就可以計算這個S-T平方 對不對? 然後我的T-Test 所以我的T-Test就變成是怎麼樣 那邊的T-Test變成是什麼 Y1-Y2-Bar 減掉呢 U1-Nu2 下面呢 把S1平方、S2平方 全部用S-T平方來取代 所以是S-T平方 N1分之1加N2分之1 就用這樣子 DQF用誰呢? S-T平方的DQF DQF等於是什麼? N1加N2-2 對不對? 就是N1-1加上N2-1 所以變成N 這個T-Test 來做 這樣可以嗎? 你們課本呢 你們課本呢 還比較這個 比較這個 比較這個 殷勤一點 幫你們還做了一個什麼 這個是N不同的的時候 這個是N1不等於N2的時候 那麼假若呢 是N1等於N2的時候呢 它怎麼樣? 其實一樣的公式啊 它只是 我覺得 說不定有一點太過殷勤了 你只要自動的把N1等於N2的時候 你的公式就對了 所以變成是什麼? 分號 S-T平方 乘上N分之二 是這樣而已 它的DQF是多少? 兩倍的N-1 是這樣而已 所以其實跟它是一模一樣的 這麼簡單的東西 好像不必這麼殷勤 另外再幫你們列出公式來嘛 其實所以你只要知道這麼一點就好了 這個就自動是這樣子 那麼所以呢 第一步是這個樣子 那我們還有 那假若呢 一TEST出來了以後呢 是怎麼樣? 所以TEST這個東西的時候 這個是第二步做T-TEST的時候 這是我們的T-TEST的時候 用這樣的公式 那麼假如第一步的T-TEST出來的時候 是怎麼樣? 這是兩個相同 假若呢 你TEST出來你是接受了這個 你做F-TEST總是有出來是 有可能是接受 有可能是拒絕 就變成是接受是兩個VARIANCE是不同的嗎? 兩個VARIANCE不同 你能不能再計算S-P平方? 沒有辦法計算S-P平方了對不對? 既然兩個族群的VARIANCE不同 你怎麼可以呢? 就把它破起來 兩個樣本破起來 然後來說 如果說我破的S平方 要來估計這個共同的VARIANCE 就沒有辦法計算S-P平方 那怎麼辦呢? 如果是這樣子的時候呢 那怎麼辦? N1又不等於N2的時候 我們怎麼辦? 我們的T-TEST怎麼辦? 沒辦法 乖乖地回來做這個 還是這個公式 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用S-P平方來算它的VARIANCE 所以是N1分之S1平方 加N2分之S2平方 但是慘了對不對? Degrear Freedom用哪一個呢? 出來一個approximation 用一個叫做T-R-Pine來做 什麼叫T-R-Pine呢? 它用什麼樣子呢? 用 我們找出來Degrear Freedom的時候 主要是要做什麼東西? 是要做Critical Region 對不對? T的Critical Region 那它什麼叫做T-R-Pine呢? 我們這個T-TEST的時候 這個是0 我們就用什麼呢? 用第一個樣本的VAR Freedom 就是N1-1 做了一個T-R-1 這個叫做T-R-1 負T-R-1 T-R-1是哪裡來的? 用第一個樣本的Degrear Freedom 就是什麼? 我先用T-R-1 我找出T-R-1 是多少? N1-1 Degrear Freedom是N1-1的 所以我用第一個樣本的Degrear Freedom 那我就做了Critical Point出來 叫T-R-1 然後呢 我再用第二個樣本的Degrear Freedom 做出T-R-2出來 就是N2-1 怎麼樣? 我再做了一個叫T-R-2 T-R-2 負T-R-2 OK 那沒有問題吧 然後呢 我就把這兩個T-R-1 把它用一個公式 把它磨一磨 這個位置下來 然後出來一個叫做T-R-1 它的公式是怎麼樣子呢? T-R-1 我們把它寫在這裡 T-R-1 等於什麼樣子? 就用這一個來為 OK N1分之S1平方 加N2分之S2平方 分子呢 N1分之S1平方 乘上T-R-1 加上N2分之S2平方 乘上T-R-2 就這樣 所以就用什麼? 用T-R-1 T-R-2 經過這個公式 把它位置一下 加權一下 然後出來的叫做T-R-1 等一下我們會舉例子 讓大家看 這個出來的T-R-1 應該會落在哪裡呢? 落在T-R-1 跟T-R-2 之間的某個地方 這個T-R-1 會落在這兩個之間的某個地方 這樣了解嗎? 你計算出來 用這個公式計算出來 那就用這個來做它的Critical Point 會建立起Critical Region出來 OK 所以這是第三個方式 那麼到第四個呢 假若 假若它是不相同的 然後是怎麼樣? N1等於N2的時候 這個是 這個是黏到這裡來的 所以 那假若是N1等於N2的時候 我們就做了一個 approximation 怎麼樣? 這個N1跟N2一樣 所以呢 我們就變成是這樣子 比較簡單一點 下面呢 下面呢 是怎麼樣子? N分之 S1平方 加S2平方 因為這兩個N是一樣 對不對? 所以這N是一樣 那Deguiar Freedom就是查誰的 你說查什麼? Deguiar Freedom 就是N1-1 就是N-1的意思 因為兩個N是一樣的 有相同的N的時候 就直接用Deguiar Freedom 是N-1的這個 這個 Approximation 就是相近的值 這個它的值 所以呢 這邊就出來 有四個不同的公式 但是呢 其實原來的公式 你只要記得這件事情就好 T-test 就可以了 那這個出來的四個公式 就是順理成當的 就演變出來了 那所以呢 要重新提醒大家的 在做這個T-test的時候 要分成兩個步驟 什麼樣叫兩個步驟 第一個步驟 先test variance是不是相同 這個步驟 用F-test 先test variance是不是相同 這樣了解嗎? 那variance假如相同的時候 那就有這兩個可能性 variance相同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算什麼樣? 算S-P平方 所以就用S-P平方的Deguiar Freedom 來做那個T-test的Deguiar Freedom 那裡面的這個數值 就用S-P平方來代替了 那麼假若做出來呢 第一步做出來的variance 是不同的的時候呢 那怎麼辦呢? 就有這兩個可能性 它的N是不同的的時候呢 我們就做了一個 Widget的T-R-R-Plan出來 好不好? 那假若是N是相同的的時候呢 我們就用這個 approximation 因為這兩個Deguiar Freedom 都是相同的N嘛 那Deguiar Freedom 都是N-1 所以我們就用它的N-1來做 就好了 你不用飛了N-1來做 來 是要待進去哪裡用? 是要再看說 我們出來的T-Test 這個T值 T值的時候 譬如說我的T值落在哪裡呢? 我的T值落在這裡 它要跟誰來比? Critical Region在哪裡? Critical Region就是在這個T-R-R-Plan這裡 這樣了解嗎? 對的 我們本來為什麼需要 那個Deguiar Freedom 因為不同的Deguiar Freedom的時候 我們要算它的這個AWA 譬如說0.05或0.01的時候 它的Critical Region就不一樣了 對不對? 所以我們需要那個Deguiar Freedom 來看它是屬於怎麼樣的T distribution 才可以把那個Critical Region 把它找出來 那現在呢 它這樣很尷尬的狀況之下 那你也找不出哪一個Deguiar Freedom 來Follow的時候 我們用了兩個Deguiar Freedom 來加權 然後得出來的 來做它的Critical Region 這樣的意思 這樣可以嗎? 就不要理它的Deguiar Freedom 就先用這兩個個別的Deguiar Freedom 做出來的T-R-R-1 跟T-R-R-2 然後計算出來 這一個新的Critical Region 來給它用的意思 可以嗎? 哪個? 可以用在哪裡? Balance是等於 的時候 因為怎麼樣 我們就沒有問題的 就用S-P平方 S-P平方 它就有一個Deguiar Freedom 就用它 不要用 因為這都是一個Approximation 不是真正的T 它是一個Approximation OK? 趨近值 OK? 它是沒有辦法之下的 產生出來的 那當然有一些課本 它是用不同的方式來做 有一些課本 它去做了一個Wave的 Wave的Deguiar Freedom 還有就是說 剛剛是直接做Critical Region 對不對? 有一些是用這個N1S1平方 加N2S2平方 也去計算出來一個 用這兩個Deguiar Freedom 去算出一個Wave的Deguiar Freedom 出來 那Wave的Deguiar Freedom 一算出來 一算出來 也經常不是整數 對不對? Deguiar Freedom 都是整數 那怎麼辦? 在四捨五入 再拿一個整數 這樣子 那我覺得那個 你要用也可以 在課本上有 我還可以告訴你們 在哪一頁 但是呢 好像感覺上更麻煩一點 那為了簡單一點的話 我就直接告訴你說 用Pr1 PRR出來做Wave 可能更容易一點 就是這樣 所以 那為了 為什麼下面的 這樣 這一個的話 因為它們兩個都是N 兩個都是N-1 它的S1平方也是N-1 它也是一個approximation OK 對 它假如是Variance不同的的時候 你沒有辦法把它破起來啊 你沒有辦法把它合起來 沒有辦法把這個小樣粉變大樣粉的意思啊 這樣了解嗎 它沒有辦法把小樣粉變大樣粉 這邊的S2平方是怎麼樣 它已經把兩個小樣粉變一個大樣粉了 所以它的Deguiar Freedom變大了 那這邊呢 還是個別的兩個小樣粉啊 了解嗎 它是個別的兩個小樣粉 它沒辦法合在一起啊 因為它們兩個Variance是不一樣 所以這也是一個approximation的意思 OK 好 為了讓大家再 頭腦再整理一下 那我們把它 再做一點 這個 呃 微納來 讓大家看一下 好 所以我們做這個T-test的時候 基本上你要做兩個步驟 第一個步驟呢 是Test 用F-test Test出來說 這兩個是不是相同 假如接受這個的話 跟接受這個的時候 它出來的結果是不一樣的T-test 這樣了解嗎 好 那麼 所以第一步 這個是用誰來做 用F-test來做 F-test來做 決定說 到底是走這一條路 還是走這一條路 這樣了解嗎 好 那麼 假如是F-test接受了它了以後呢 那你有可能是N1是不等於N2的 有可能是N1等於N2的 有可能是N1等於N2的 這樣了解嗎 好 那 假若 N1不等於N2的時候呢 我們的T-test的時候 我們做的公式是什麼樣子 Y1-Y2-U1-N2 假面這個是什麼東西呢 因為它們兩個是相同的 所以我們可以算一個叫做 S-P平方 這個叫N1分之1加N2分之1 這樣可以嗎 Equival freedom就是誰呢 Equival freedom就是等於 S-P平方的Equival freedom OK 那麼 假若它是相同的的時候呢 其實一樣的公式 它只是怎麼樣子 它只是稍微簡化一下而已 所以 這個叫S-P平方 這個叫N2分之2 Vivival freedom是多少呢 這兩倍的N2就是 那麼 假如VIRUS 是不同的的時候呢 那我們做的N1N2是不一樣的時候呢 那么这一个式子就没有办法简化,还是维持它原来的detest这样子的一个式子来算。 那么degree of freedom 是多少呢?很难算,所以我们做了一个t alpha prime,来做它的critical region。 那么假若是两个n是相同的时候呢,我们做出来的就可以稍微简化一下,然后degree of freedom 就用了谁当approximation呢?n-1 这就是我们整个要做的内容。所以我们要做两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呢?我们要先进行f-test。 来test这一个,两个variance是不是相同,还是要接受说两个variance是不同的呢?第一个步骤。 然后第二个步骤呢?才来进行是什么?t-test。要来test什么?test平均值是不是相同的呢?还是呢?平均值是不同的呢? 那么为了更广泛一点的意义,我们可以写这个。 还做第二步的test。这样。所以这个整个的t-test有两个大步骤要做。第一个步骤先做f-test。决定variance是不是相同。 所以呢?variance不同走这一个路。variance不同走这一个公式。那接下来的t-test呢? 就要test两个图群的图群的图群是否相同的之后用的公式。 太一样。可以吗?好,可以的话我们休息五分钟。 太一样。